Hello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制作拼图效果 没错 就是这种感觉 那让我们事不宜迟 赶快开始吧 首先呢 随便选择一张你想把它变成拼图效果的照片 我选的是一张之前我稍微调整过的风景画 我让这种调整过的风景画变成了一种类似于手绘的感觉 主要是因为等一下最后我还想进行一些小小的操作 首先呢 在制作拼图效果之前 我们要先决定一下拼图的形状 首先呢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档案 然后呢 在新的档案之中来制作我们的拼图形状 首先呢 一般在我印象中拼图的形状就是一个正方形 不过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楚一点 我们把填充改为黑色 好的 现在形状出来了 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要建立缺口 一般拼图都会有一个半圆的缺口和一个半圆的凸起之类的 之前看过视频的朋友们应该知道 如果你是要在一个图案上加上别的图案 你就按shift 而如果你要减去那个图案 就用按住alt 所以呢 首先我们先用shift来创造出一个形状 通过按住空格键来调整它的位置 现在呢 我们加上了这个形状 那下面是不是应该也应该减一个形状呢 依旧选择了图圆工具 这次按住alt 然后拉出一个圆路出来 接着我们按上shift 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是一个正圆 除非是你在画圆之前按住shift 不然它不会加的 但正在画圆的过程中按住shift 它就会给你一个正圆 而这个时候我们将这个正圆对比处 和之前画的那个圆差不多的大小 然后移到你需要缺口的位置 松手 一个缺口就出来了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将这个东西设置为图案 所以呢 为了方便 我们将它移到我们整个图层的最上方 接着我们按住commonj 然后呢 将它复制成另一个形状 大家看到了吗 现在我们呢 就是在复制过以后呢 双击选择旋转180度 不然的话 到时候整个图案就只有一个形状 会显得非常单调 然后呢 将这个图案摆到对角 然后将整个画布搜缩一下 差不多就是只有这两个形状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的图案了 就要把背景弯掉 这样的话 到时候就不会覆盖上 然后呢 我们就选择定应图案 这个图案呢 我们就叫做拼图 好 储存完成以后呢 我们到今天我们想要制作拼图效果的图画上 好 来到这个我们想调整的图画上了以后呢 我们点击下方的小太极 然后选择图案 然后选择我们刚刚制作的拼图图案 当然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缩放效果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这里的缩放来调整整个的感觉 缩放越大的话 那你拥有的拼图数量就越小 我觉得刚刚的那个100就非常的好 好了 这是一个调整图层 但是我们想日后更改 我们得把这个图层变成为三个画 但是这样子的话 这些黑色就覆盖住了我画面 是我们不想要的 所以让我们先把填充调为零 虽然你现在看爆它了 不过你很快就会看到它了 因为我们即将给它架一个特效 叫做鞋面与浮雕 我比较喜欢内斜角 不过如果是要拼图效果更好的话 内斜面和整状浮雕都行 整状浮雕的话会显得更突出 所以这里就选整状浮雕 这主要是看你自己的喜好 我这里选择了平滑 这里主要调整的是大小 还有深度 我们先来说这个大小 这个大小你也看到了 是增加这种英明面的大小 这里就按自己喜欢的风格调 让它感觉凸出来就行了 而深度呢 就是看你这个东西有多凸嘛 感觉也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就行了 有拼图的感觉了 但现在给我的主要感觉 就是这个东西有点像纸质拼图 但这个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幅画我选的 就是它的这个纹路 就是像纸的纹路 我这里随便调点别的数值 其实这个主要还是看个人喜好 好 现在拼图的效果就做出来了 但是我相信各位肯定 就是不想这么简单的就结束 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拼图放到一个桌面上 这里我直接使用了一个样机 这个样机呢 但是我提前下载好的有空教大家怎么做样机啊 总之呢我现在将整个东西变成了一个包裹 然后Common C复制了一下 然后呢点到样机里面选择我要就是替代的图层 然后呢将我的整个小文件拨过来 然后呢调整到我自己喜欢的大小 然后呢点击确定 稍微保存了一下 现在它就出现在我的样机中了 这是一幅正在用铅笔画一幅好像似拼图的画 没错这就是我之前高数会效果的原因 因为这样子才能感觉好像整一幅拼图都是用手画出来的 接下来我想办一点比较趣味的事情 现在这是一幅用手画出来的拼图 但是如果其中有一块拼图碎片 被就是截了下来 放在了一些其他的地方 是不是就会变得非常的有意思 马上带给大家来看 为了方便调整这个画面 首先呢我选择下方所有图层 然后ShiftCommon E 把它变成整一幅图案 大家看到了 现在在这里 好接下来呢我选择了其他样机里面的所有东西 Common G把它变成一个小文件 然后把它关掉 这样子的话就是我的调整并不会被我样机里面的其他数据给影响 现在呢使用快速选择工具 抠一抠专门抠出一块我想拿掉的新名拼图碎片 当然如果我要就是调整更多的拼图效果 让它就是感觉更有趣的话 我肯定是会删掉更多的拼图碎片的 但是呢就时间不够 我们这里就只做一个拼图碎片的操作 当我选好这个拼图碎片了以后呢 让我们按住ShiftCommon G 然后呢点击确定 接下来Common T你就可以移动这块拼图碎片了 然后呢你看它是不是就被移开了 非常的神奇哦 和Common G不一样 只是复制它是整一个就是把整个选区切剪出来 复制成一个新的图层 现在呢让我们使用V键 移动工具 然后呢现在可以开始移动这块碎片 我暂时先把它移到这个下方 就稍微调整一下 我自己要做这幅图碎的话 我应该会把这块拼图移到上方 然后另一块拼图移到左下角 不过这都不重要 不然它更重要 更真实 我们使用FX 然后选择投影 先暂时这样调整 后面肯定是 就是在我 把这个摆放好位置了以后 要根据这个画面中 其他的那个投影 影子的位置来调整这个投影的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 再次使用CMOM-T 双击 然后呢改变一下它的图式效果 原因是就是现在你感觉 这个拼图是浮在桌面上的 我们要把它就是调整一下 让它感觉它是就是贴在桌面上的 然后呢在调整好这个效果以后 我们要适当的再调整一下 投影的参数 OK 现在这个拼图已经移开了 假设啊 假设这个是在别的情况下 那其他的拼图效果都已经移开了 可是移开以后会发现 我们这里缺了一块 因此呢我们需要创造一个背景 如果你所见背景填的是周边颜色 这样就会感觉那一块就是平平淡淡的缺了的 然后选择橡皮擦工具把我之前刻意做的那条横线给擦掉 我之前留那条横线是因为就是这会让我感觉就像一幅画 然后上面那是用千笔画出来的一条线 但是呢我们现在得把那条线擦掉 这样就会做出一种就是它就是少了一块拼图就这幅画 莫名其妙吃了一块这种感觉会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当然我画实话还是会做别的调整的 总之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住关注点赞支持